可能你没有留意 没有想象过 圣诞节也是一个走难的故事 在圣诞故事当中 耶稣走难 因为希律要杀他 所以有神的使者向约室报梦 于是约室带着玛尼亚 和出世无忌耐的主耶稣 去走难 走去埃及这个地方 我们认为埃及不是一个好地方 其实埃及也是一个好地方 埃及也是一个流泪与密的地方 埃及也是一个能够给神的指民 得到暂时的保护的地方 不过埃及也是一个不移久留的地方 因为在那里久了 会受到那里的人的剝削迫害 主耶稣也都好像祂的祖先一样 去到埃及避难 这一个走难 来乡开祂的故乡 在祂的小孩的时候 就要这样去经过 证明到主耶稣 祂的成长 祂真是能够去认同明白 我们很多时候在民间上面 生活上面种种种的疾苦 我们中国人都有很多走难的经验 我们中国人也都好像主耶稣 很多时候在小时候 在生活里面都会颠配流离 我们都未有些好日子 在年轻的时候可以过的 又或者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 我们会想为何会这样 很可能这是让你能够去认同 在这个世界上面 有很多人是在苦难的当中 因着各种的原因要去走难 而主耶稣很明白 走难 因为祂走过难 祂知道如何在祂的生命里面 在祂的事奉当中 祂和那些努苦担重担的人 来到祂一起生活 祂也都学习到 天空的飞鸟有窝 狐狸有洞 人子却没有枕首的地方 我不是说大家都要去走难 但是就让我们知道 今天我们生活不一定永恒的安定 我们要知道主可能要安排我们 我们就要随时就要起程 我们不要有太多的顾虑 如果神要带领我们去哪里 我们去哪里 或者是走难 或者在那里有一件的事情 有一个的使命要你成就 愿意我们都能够轻生上路 无忧无虑 或者能够倚靠上帝这样 去面对我们任何的处境 好像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 他所面对的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